八十七,香港《雙報》2012年11月18日報章 此《零義心靈一言論》 《命拜陳一言膽大心勢,可造之財者年頭細度較艱難, 所以每當看到意志堅定,發奮圖強命格的人, 連我也會精神一振,將提醒我前面的路總有美好的前景一樣。 1991年2月6日出生的程小姐,從八字顯示, 你就是這樣一個精神換發的人,程小姐求之欲強, 加上肯用心學習,而且有毅力,是個讀書的好材料, 所以成績多能名列前茅,家庭有格,好的教養, 父母是你的典範,這使得你代人節物都溫文耳雅, 內外滲透光,且家貴獸的氣息,充滿書卷氣的你, 對世界的觀察卻一點不信息,對於市場營運的來龍去脈, 你一樣分析得頭頭是道,有需要時,你會搖身一邊, 成為一個能言善道的人,生意上的說行,對你來說是一點難度都沒有, 有,因緣方面,你是較容易與異地的男子結合, 如果現在已在熱戀,目前這位男士,便是與你掌上屍首的人, 今明兩年是大好的結婚年,如果錯過了,恐怕就要三十歲後才容易成婚了, 丈夫性情會較好動一點,內心也沒理好,但畢竟是情頭已合的, 可以一分到老,你對他的任何不滿,不要用放大鏡去看, 什麽都可以解決,創業時機,不在現時, 建議袋得三十歲之後才開始,現在是一個學習管理的階段, 將來你當老闆的時候,能把事業做得多大, 很大程度決定於現在所學,所以不必急於一時, 創業的方針並無一定,但一定不是跟風趕潮流的行業, 而是你部署了很久的事業,生子女業組,對子女的教育, 盡量要多點安排時間,作親子教育,因為你對子女的關懷, 及傳授的知識,子女都接收得完比外邊好, 所以與其替子女安排補習,倒不如多點相聚,特別提點你這個, 是因為看到你將來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會頗多, 怕你忽略了家庭者重要一環,健康方面,目前身體很健康, 也無遺傳隱疾,注意膀胱或避尿系統疾患, 多喝水及早睡早起,便無什麼疾病了, 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chinaian at gmail.com